一间位于登加楼直落卡龙工业区的干马网利清炼油厂 昨天晚上就发生大火 那其中一个巨型油槽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突然起火 火势迅速蔓延到其他两个油槽 大火是一发不可收拾 这场大火呢从昨天傍晚6点开始烧起 烧了一碗之后 今天下午其中一个油槽的火势啊已经被扑灭了 但是消防员呢还在继续扑灭另外两个油槽的火势 那这场大火呢也导致一人受伤 伤者目前已经送往医院治疗 登加楼干马网一间里清炼油厂 昨天傍晚遭火神光顾 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熊熊烈火吞噬了部分油槽 滚滚浓烟直冲天际 火荒把夜空照亮 接获投报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救援工作 同时也有多辆救护车在现场戒备 我们制作冷却系统 让汤气没有烧烧 还有我们制作冷却系统 让我们制作冷却的火炎 可以抵抗 来到今天早上虽然火事稍微受到控制 可是从远处望去 还是能清楚看到浓烟从炼油厂升起 由于火事过于猛烈 登加楼消整局几乎全员出动 从各个分局派出多达78名消防员到场灌救 同时彭衡州消整局也出动了33名消防员跨州支援灭火 预计需要48小时才能完全将火事给扑灭 另外人力资源部也针对这几大火发文告表示 职业安全与健康局已经委派官员前往事发地点了解详情 该部门也呼吁民众特别是网友 不要随意在社交媒体上对这场大火发表不实言论或者散播假消息